父亲没有爱,那个母亲就呱呱叫咯 讲个不停,母亲平静孩子们就会有平安 安全感,父母给我们的孩子这些东西 来取代了本来父母应该做的东西 父亲的角色是保护,教育跟供给 母亲的是抚养,关怀跟安慰 只有母亲可以抚养,父亲没有奶的 看到那个孩子你就大概知道他有一个怎样的父母 有时候我会遇到一些孩子没有礼貌的 不认识了,他就跟你很没有礼貌了 什么状况,你们教堂有没有化十字圣号的 如果你们教堂没有化十字圣号哦 肯定你们在信仰上是Gurang Aja了 子女要飞的时候你不给他飞 你还把他关在笼子里面 那不是保护,那是占有 今天很多父母用保护的名誉来占有他们 一人信主全家得救 信主,从主,敬主 要信靠天主,要服从天主 要敬畏天主 你们都有家庭哦 你们的头是谁 有人讲爸爸那边有看到他嘴巴巴这样 一般上我们都知道父亲就是那个家庭的头 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应该是天主啊 应该是耶稣 耶稣要做我们一家之主 基督为我家之主 有些人的家里面会掉着这个牌子的 这句话 基督为我家之主 但是我们一般上我们都知道 父亲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如果一个基督徒的家庭 那个父亲他的信德没有的话 没有信德的话 那个家庭全部都跟着没有信德的 通常会这样啦 大部分啦 所以那爸爸到底他的信德有没有哦 会影响到整个家庭 那个爸爸有没有爱也是会影响到整个家庭的 我们华人说哦 家和万事兴 对吗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的前部分 往那边在网上听到这个 家和万事兴的前面 它是四句的 家和万事兴只是最后一句而已 它是这样的 我们中华文化的智慧来的 它前面的那几句哦 是父爱 父有爱 则母敬 那个母亲就会安静 安静啊 今天的很多母亲哦 整天不安静 很多东西讲 讲个不停 可能就是那个父亲不够爱 那个父亲没有爱 那个母亲就呱呱叫咯 很多时候家里的女人就是这样嘛 得不到她要的爱 就呱呱叫咯 所以父亲的爱很重要的 然后再下来 然后开始是父爱则母敬 母敬则子安 母亲安静下来 有那个平静的管理那个家的话 那个孩子们就会安 就会有平安 今天的孩子很多时候 都很小就有忧郁症了哦 对吗 为什么 因为不安 那个安全感没有 那个安可以是 那个平安 安全感 有时候那个家很乱 父亲不负责任 父亲整天不在家 不顾家 没有爱妻子 也没有爱那个家庭 所以母亲就很烦 母亲很烦 就 Beth Beth Mercedes 在那边 然后呢 那个孩子全部都 也没有安全感 所以今天有时候 我会看到很多 年轻的一代 他们都缺乏安全感 然后怎么样 他们对于生命 也没有那个期待 也没有那个希望 而且今天我们又有 这些手机 这些东西 好 这些 device 就满足我们的 那个 那个空缺 那个空洞 那个寂寞感 从小 很多时候 我们的父母 也给我们的孩子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来取代了 本来父母应该做的东西 父亲应该要跟孩子们玩 但是没有 就给这个他们玩 母亲应该要花时间去陪伴孩子 没有 但是我们就给他这个东西 你自己陪啦 你去陪啦 这样子 所以父爱则母境 母境则子安 子安则加和 加和则万事兴 这句话是这样来的 OK 然后还有另外一句 它是相反这个的 它是说 如果父懒则母苦 父亲懒惰的话 堕落的话 那个母亲就会受苦 就很苦 然后那母苦则子聚 恐惧的聚 母苦则子聚 子聚则家贫 家里就会贫 贫穷的贫 然后家贫拜三代 所以一衰啊 我跟你讲一衰就衰三代了 你们看 可能你们现在经验那个衰 可能是上面来的 上面传个下来 怎么办 怎么办 唯有的方法就是耶稣 耶稣基督诞生成人 就是要救赎救恩 就是这个东西 就从我们这个衰里面 救回我们出来 我们怎样衰都好 但是如果我们愿意信靠天主的话 我们是有转机的 是有出路的 那就是光 我们整个将临期 我们不是有那四支蜡烛吗 第一支是希望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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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全部 我们这样子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耶稣基督要带给我们的 我跟大家讲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还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智慧啊 它还是属人的 还是人的level 我每次讲人的level 跟神的level 所以当我们有我们文化给人的level 可以已经也是很不错了的 但是如果我们也有神要给我们的那个救恩的话 我跟你讲 我们的家庭可以是不得了的 不是只是自己加和万事兴 而且那个加和万事兴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今天的读经义就是天主召叫亚巴郎 祂说你将要成为你的后遇将要很多 然后你将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去活出来 我们成为别人的诅咒 rather than成为别人的blessing 那个祝福 所以今天我们庆祝圣家节 所谓圣家 它有一个圣字就是 它是属神的 它是神的level了 但是这个东西是给大家的 是所有相信耶稣的人 相信主耶稣基督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改变我们 也可以给我们那个救恩的话 我们的生命就要成圣的 不是你个人成圣 而是我们全家成圣 一人信主全家得救 有听过吗 一人信主全家得救 全家也成圣 OK 所以刚才我讲到了 富懒则母苦 懒惰就是堕落 母亲就受苦 很多时候今天我们做父亲的角色要很清楚 父亲的角色是什么 我不懂有跟你们讲过吗 父亲的角色是保护教育跟供给 母亲的角色呢 母亲的角色是抚养 关怀跟安慰 你看啊 那个母性很特别 父性也是很特别 有它特点的 一个很刚强 一个是 保护教育跟教育 它是保护 供给和教育 母亲是很柔的 这个东西已经在我们的DNA里面了 等下我跟你们讲 Career就是关怀的 Comfort的安慰的 和Nurturer就是抚养的 只有母亲可以抚养 父亲没有奶的 是母亲喂养那个孩子的 从母胎的时候 十月怀胎已经在里面抚养 直到他出来 还喂他那个人奶 那个是抚养 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东西已经在我们DNA 很多人 今天的人 我们讲新时代的人 想改变 有时候男的不要做男的工作 女的不要做女的工作 女的要变男的 男的要变女的 就混乱 一个家庭里面 如果那女的要硬硬做 那个男孩子做的东西 他肯定会有不一样的后果 效果 所以父亲是那个头来的 这圣经里面 保护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他讲说 丈夫要爱你的妻子 如爱你自己 对吗 然后妻子要尊重 要服从你的丈夫 所以这个东西是在爱里成就的 他不是用人的方式去成就 而是在主内的爱里面成就的 他的基础是建立在那边 所以他跟这世界所谓的那种服从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东西 刚才我讲了 我们那个父性跟母性 其实在我们的DNA里面的 在起初有人类的时候 到现在 他建立起来的 整百万年前的时候 当人类还住在洞穴里面的时候 人类的文明是差不多这一万年前才开始 当人类开始懂得耕种 才从洞穴里面 宜居到乡村 才寄居在一起 在之前 人类是散居的 在洞穴里面 父亲的职责是什么 是保护的 保护他的家庭的 如果有动物来 有特别情况 男人是负责保护 负责供给 出去打猎 去寻找食物 回来的 然后也是教养的 然后母亲就是在家里面 照顾 关怀 这些东西 都在我们DNA里面 整百万年 你想改变他 肯定有问题 好 所以我要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是因为 很多时候我们 今天的人已经 变质了 很多时候 父亲也没有做他应该做的东西 比如说 保护 或者供给 或者教养 教育 教育那个孩子 所谓的教育 是使那个孩子 使那个家庭能够得到一个健康的成长的知识 那个规矩 今天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年轻人 一些孩子 你遇到他们 看到那个孩子 你就大概知道他有一个怎样的父母 对吗 有时候我会遇到一些孩子没有礼貌的 真的很没有礼貌的 什么状况 如果你看到一个很没有礼貌的孩子 你不认识了 他就跟你很没有礼貌了 什么状况 肯定那个家庭很有问题 那个父亲不懂怎样教 那个母亲也没有 也没有办法 那个问题一定有的 我不是讲谁的问题 但是他已经出现了一个错乱的 不应该有的持续在那边 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东西 如果你看到一个孩子 很有礼貌的 也会化十字圣号的 你们进教堂 也没有化十字圣号的 如果你们进教堂 没有化十字圣号 肯定你们 没有被教 肯定的 在信仰上是 进来教堂 没有先跪下 才做是 信仰的 真的 真的是要反省 这种东西 基督徒的家庭 一个有圣德的基督徒家庭 很不一样的 因为那个父爱那个母 那个母也会关怀那个孩子 当母亲得到父的爱的时候 她就不会这样多 他没有这样多 他对孩子的时候 也不会这样 你懂吗 很多时候我们说 孩子都不要跟我们 讲他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很多时候 因为我们 你讲的多 他们就讲的少 你讲的少 他们就讲给你讲多一点 就是这样 很多时候我们 没有聆听 刚才我们讲了 母亲扮演着 关怀的部分 什么是关怀 关怀是要有一个 聆听的耳朵的 我们这边有多少的女士们 你有没有做妈妈的 有没有聆听 你的儿子的心声 特别是在他们 青少年的时候 还是你每次一开口 就是教他们 什么可以不可以 可以不可以 那个可以不可以 应该很小时候已经讲了 到青少年 你讲也没有用了的 青少年是他们 要学飞的时候 你懂吗 那个小鸟 如果他要学飞的时候 你把他关在笼里面 什么状况 他以后就不会飞了 当你的子女 要飞的时候 你不给他飞 你还把他关在笼子里面 那不是保护 那是占有 那是占有 今天很多父母 占有他们的子女 不是保护他们的子女 用保护的名誉 来占有他们 结果你的孩子 以后出去 经不起挫折 也不懂如何应对 今天的社会 环境 所有的挑战 今天我们有看到圣家的榜样 圣家的榜样 告诉我们 这世界有很多苦难的 当耶稣出世的时候 已经面对了很多的苦难 圣母玛利亚也是面对了很多的痛苦 那些痛苦不是他们所犯的罪而得到的 而是因为 为了天主 履行天主旨意 而需要承受的痛苦 什么东西 我们讲 圣母弃苦 其中一苦 当圣母一生下耶稣的时候 他们就要逃难 一个还没有满月的女人 刚刚生下孩子 身体很虚弱 都要逃难了 就要逃去埃及 你懂 从以色列 耶路撒冷 白冷那边 要逃到去埃及 是什么状况 那条路 沙漠来的 没有水 干枯 很热 他们就要走到去那边 这些苦 是外面来的 他们依然还是能够坚持 能够经验 坚持的去走完 他们要走的路 为什么 因为他们信靠天主 因为他们有天主 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家庭 面对很多的问题 对 但是很多的苦 我跟你们讲 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 而带来的后果 不是因为 要履行天主的旨意 还没有到那个level 我们还没有到那个level 我们很多人 还在那个 因为自己的问题 而让到我们的家庭受苦的 不管是丈夫 妻子 还是孩子 还是你的家婆 还是你的 你的什么什么 亲戚朋友 上不落婆 还是什么都好 是因为罪 因为我们 我们人的罪 而让到我们受苦的 我们还有 很远的路要走 所以 苦到处都有 但是 那个苦 未必会影响到我们 跌倒 圣家他们 依然能够前行 能够经过所有的困难 是因为他们有主 主与他们同在 而且他们的信得有 圣家是什么 圣家一定要能够 信主 从主 跟进主 信主是 对天主的信靠 一定要有 我们看 若瑟 玛利亚 他们信主 他们从主 服从 一定要服从 很多时候我们喜欢用自己的方式去活 天主说叫你宽恕 你不要宽恕 天主说 退一步海过天空 你不要退一步 你还是要硬硬去 还有就是 敬主 就是敬畏天主 要信靠天主 要服从天主 要敬畏天主 这三个很重要 当我们没有了这些东西 我跟你讲 我们的家庭就沦为一个堕落的家庭 就 家平拜三代 你要你的家平拜三代 还是你要家和万事行 在于我们有没有跟随天主的旨意 我们的焦点放在哪里 我们家里的头是谁 天主是我家里的主吗 我有没有 submit 我有没有把我整个家庭都奉献在天主的手里 今天的福音是 玛利亚跟若瑟把耶稣献给天主 这整个举动不只是献耶稣 也是玛利亚若瑟和耶稣一起献给天主 让我们今天重新的反省 如今现在的我对我自己的家庭 到底是一个累赘 还是一个能够带给那个信望 带给那个救恩的 一人信主全家得救 还是我是那个魔鬼 我是那个问题吗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把错误埋怨在别人的 我们很容易看别人的错 但是有没有看自己的问题 到底我给了这个家庭伤害 还是我给了这个家庭足够的爱 我们祈求天主宽恕我们所有的一切 也帮助我们重新的重整 我们内在和我们的行为 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建立 彼此的让我们的整个家 能够和气共荣 互爱互敬 阿们 最后一样 就是家庭一定要一起祈祷 我们讲圣家圣家 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都可以成为圣家 但是如果没有一起祈祷 没有祈祷的家庭 是没有可能成为圣家的 因为天主不在 祈祷代表着我们愿意归属 愿意天主成为我的家庭的主 特别是年轻的家庭 那些你孩子刚刚才出世不久的 也要一起祈祷 带着你的孩子 从小就开始一起祈祷 OK